你好,我是莉莉,今天是2023年的6月15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解读中产作死三件套 配偶不工作,房贷过千万,和娃上国际学校 这三件事被称为中产作死的三件套 其实这句话流行的背景是经济形势的突变 前几年互联网行业风生水起,经济形势一片大好 然后突然遇上疫情,再加上中美脱钩 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变化,本来风光无限的受益者 一下子收入往下跌了,甚至还裁员了,变得前景暗淡 前几年中国楼市狂欢,很多互联网工作者的收入也处于历史最高峰 因为公司的股票不断涨嘛,公司融资容易 老板拿股市融资的钱去扩张,开出的工资也高 所以从业者人人都几十万,过百万年薪 那时候刚入职大厂的毕业生都有三十万年薪 就在互联网行业最高潮的时候 这些从业者看到楼市暴涨,就高举杠杆冲进楼市 中国一二线城市那可是人人都会玩经营带的 银行经理会手把手教你 各个家里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的杠杆 当时他们认为这种高薪会一直持续下去 所以都觉得无所谓 然后配偶做起了全职家庭主妇照顾孩子 孩子还要上国际学校 互联网就是会给人这种自信 月入三万的时候一万房贷算什么 月入五万的时候三万我也供得起 他们也知道三十五年龄危机 但是互联网市场太大了 大到即使失业了 他们也有自信去找到另一份工作 现在好了整体经济下行 互联网大厂裁员减薪 前几年冲进去朝北上广深房子的人 高薪工作没了 房子也跌了百分之二三十 如果当年用一成首付买房的 现在已经成为负资产了 几年时光啥都没了 不知道老婆还在不在 但至少房贷不会离开 月供还是要每个月还的 经营贷还是要几年年还本续一次期的 之前互联网高薪从业人员在收入最高的时候 以高杠杆冲进处于高位的深圳楼市 现在基本全部铺接 妥妥的戴维斯双杀 这就是经济周期的调整 其实像春夏秋冬的四季轮换一样正常 人的医生也是有高潮有低谷的 2017年网络上有一篇关于北京城中村的文章上写道 我身边有很多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小青年 谈到北京驱除所谓的低端人口时 那些高薪的IT从业青年会对城中村里那些被驱逐的人抱以悲悲 但同时也觉得自己在这个时代里是顺流而行的人 未来的历史里依然有他们的位置 他们脸上那种相信未来的神色 我在1998年以前的东北国企工人那里也见到过 2017年看这段话还没有那么分明 但和大多数人一样已经有种隐约的预感 其实不过是风水轮流转 如果你相信天道酬勤的话 很容易导致人走向骄傲或者是走向虚无 因为当你成功的时候觉得是靠你努力拼搏得来的 你配拥有这一切 所以你就瞧不起那些失败的人 但是个人的努力在时代的趋势下又算得了什么呢 以辽宁为代表的东北三省 在日治张作霖时代就已经碾压国内其他绝大部分地区了 除了上海 中共建政后又一度是共和国长子 众多重点企业投资东北三省 在其他大部分地区还脸朝黄土背朝天 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的时候 东北国企的工人就已经是企业从身管道死了 那可是响当当的铁饭了 2000年左右的下岗朝怎么样 照样让你下岗 为了一家的生活还得去街边摆地摊 现在程序员就跟漫长的季节里 东北国企工人一样自以为是时代的主角 历史的经验让他们相信未来也是如此 没想到后来一切都崩溃了 他们只是撞大运赶上了风口 而风水是轮流转的 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永远走运 现在互联网从业人员的悲惨日子就要开始了 互联网行业已经在大面积降薪裁员了 但是这代所谓的高薪人士 有一点比不上之前的国企下岗工人 那时的人没有债务挣点钱就够一家几口人生活 而且那时只要放下脸面 放下身段还是能赚到钱的 现在这些之前的高薪人士 哪个不是背了几百万的房贷 工资低的工作连房贷都还不起 命运总会在某个阶段露出他争鸣的一面 然后毒打之前一直岁月静好 信心满满的人士 之前是国企工人 现在是互联网从业人员 当然还有其他所有资讯中国经济会感应超美 自己的生活也会芝麻开发节节高的中产 直辖市之一的天津经济开发区 号称天津经济龙头 好多外企都迁走了 民营也跟不上空空荡荡的 摩托罗拉黄了 康师傅总部搬走了 一气丰田也经常停产 当初都多好的厂子 走的走黄的黄 停产的停产 剩下的就是各种萧条 人也是越来越少 天津经济该发区就是现在中国经济限定的代表 随着国际资本的转移 中国接下来就像之前的日本亚洲四小龙一样 陷入萧条之中 之前所有高薪的中产都会面临降薪裁员这个劫难 而配偶不工作 房贷过千万 瓦上国际学校的高薪中产 则会进入无尽的黑暗之中 How much is the CCP involved in the economy right now in the U.S. Well the CCP has been buying not only the farmland of this society you know Roger Robinson who served on the present danger of the China committee he said there are over 100 million American people holding the stocks of the CCP's state-controlled companies those companies some are on the sanction list of the U.S. you know sanction list because they're involved in the military supporting the CCP military and the and last week we talked about the U.S. federal government eight employees retirement fund are being funneled through the Wall Street to the CCP state-controlled securities I mean the CCP owns the bond so we're already in a deep trouble with the CCP and this administration still said they do not want to decouple from the CCP and that's very very troubling because if we continue to allow the CCP to control our economy to control our school to control our kids and using the TikTok to brainwash the American young people and to spread the communist ideology propaganda on the U.S. soil we are completely losing this country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